對 人生就走到這個地步 還是我們兩個一起宣布離開大行業 憲哥現在是氣到頭下這顆震撼蛋 20號吳宗憲帶兒子吳瑞軒開記者會 向社會大眾道歉 因為吳瑞軒揚言要炸台北市 引起恐慌對於這件事情 他還首度現身說明 首先我要跟大家對不起道歉 那就是發了一篇現實動態 還有提到所謂做炸彈 炸台北市政府這樣子的言論 對這件事情有關心的人 我都感到非常的抱歉 這一次是我完全做了一個 非常不好的示範 這番道歉不知道看到的你們 接不接受 不過說到身為老爸的憲哥 紅著眼眶一副憔悴痛心的這樣說 今天順便 本來是要宣布說 還有這個兒子發片 感謝大家的支持或什麼 沒想到也是 他宣布離開 演藝圈的一個旗幟 確定要離開嗎 確定了嗎 我就是時間會縮短 演藝圈不需要你這種趴嘛 對不對 都不量你一個人嘛 查不量你一個人嘛 憲哥說出這樣的狠話 看來是對於兒子離開演藝圈 有所準備了 兒子犯錯 老爸一同承擔 接下來憲哥竟說要一同退出啊 你應該算很倒楣啦 因為你爸爸就是你貢獻 他的名聲都走到這個地步 還是我們兩個一起說 不會離開就好 昏洞是我唯一師父 發生內心的感性 然後你說丟炸彈或幹嘛 那你是在吊什麼 你身上的國藝現在一點點力 還有一點點亮度 就是因為你是中間的兒子 那你在吊什麼嗎 你明天收拾好行李 然後爸爸就送你到這裡了 憲哥是否確定決心 把兒子送出演藝圈 就讓時間來證明吧